大家好,我是Dang 今天整理了一下 让看影片的所有人都怀疑人生 突然想打人,吃刀吐血的 牧师母女烤肉店事件的最新金矿 首先,在餐厅老板上传录音之前 牧师女儿有现在网上发文 自己在烤肉店遭到了非常委屈的事情什么什么的 这家店的肉汁跟拌菜不新鲜什么什么的 自己都忍耐了等胡说八道的内容 然后也真的向健保局举报了这个烤肉店 甚至也为了留很多恶皮 在网上运约了烤肉店九个时间段的位置后 没有去 因为疫情 餐厅的生意已经不是很好了 还做出这么无脑的行为 不过在餐厅老板将录音上传到网路上 真相大白后 牧师女儿马上就删掉了贴文后逃跑 但是牧师母女的身份 很快就被网友们查出了 首先是牧师经营的传教YouTube被网友们出政 导致牧师关闭了YouTube频道 然后有位网友查出了 牧师的女儿正在经营一个贩卖手工制作鞋的网店 然后也查出了 介绍里明明写的是手工鞋 但却都是在中国拿货的产品 也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然后更是有网友们质疑 这贩卖的产品有盗用迪士尼的著作圈 所以就将这些内容用英文整理后 投诉到迪士尼本公司了 接着也有很多网友们向税务局投诉 牧师女儿申报的营业之招 跟实际经营的项目不同 结果现在牧师女儿经营的网店 部落格IG都关闭了 而网友们不只是在网路上行侠张艺 更是以行动来支持这家烤肉店 很多网友们从行我各地亲自到烤肉店吃饭 还送烤肉店很多饮料花环点心等来支持老板夫妻 而目前烤肉店老板以妨碍业务 违反情报通信网法提高了牧女俩 不过现在也有很多网友们开始担心 烤肉店老板到最后会不会心软而原谅牧师牧女 听通话内容的话也是有那个可能性 我们来看一下烤肉店老板上传的感谢文 在那天之后有很多媒体电台自媒体报道了这件事情 也接到了很多安安以及鼓励电话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绝对不会原谅或者是和解 我们只是希望他们能受到惩罚 虽然不知道目前为止有多少餐厅也遭遇过他们的威胁 但是如果我们不提高的话 很担心他们会到别的地方再做同样的事情 然后因为那对母女说要来砸店 听到录音的全国各地的网友们都打电话报了警 所以昨天晚上9点多警察也有来过 真的谢谢大家的关系 然后在今天餐厅老板再次发文表示 会暂时停止营业 首先因为这几天受到太大的打击 导致健康恶化 暂时是无法继续营业 再来就是虽然非常感谢很多人来支持餐厅 但是如果一直这样有大量的客人来光顾的话 可能会成为防疫破口 现在这个时期 没有人聚集在一起才是最佳的防疫措施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决定暂停营业了 第三者的我们听了那段录音都会怀疑自己的人生 更何况是当事人呢 要公开让他们丢脸 才不会去别的地方做这些事 这牧师女的也这么老 怎么能说别人是老的东西呢 是家里没镜子吗 这嘴里是装的屎吗 怎么这么脏 用这么脏的嘴也能做牧师 主教的声音也逼你好听 看女儿的留言 这绝对不是做过一两次而已 要公开长相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想要毁掉别人的人生 就要赌上自己的人生 我们国家的耶稣 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吗 从阴阳谋也是那样 太傻眼了 虽然不能以貌取人 但是她的长相跟她的人品 真的是一个模样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 这对母女到现在都没有道歉 对于牧师母女的罪行 希望继续